大家好 欢迎来到台湾媳妇在美国的无肉厨房 今天我要做的是味噌凉拌大头菜 材料有大头菜 1.5小匙的盐 一大匙的糖 一大匙的味噌 大头菜的皮要怎么削呢 从上面削 轻松的就削好了 这时候我们再去洗 把它切 这时候再把这些厚皮给去掉 这样子就都干干净净的咯 切成薄片备用 全部切完 将盐拌入 轻轻的摇晃 大概静置个半个钟头 加入少许的凉白开 稍微搓揉一下 把水倒掉 把水倒掉 水倒掉了以后 加入糖 味噌 拌匀 拌匀 拌匀以后呢 可以拿一个吃看看 嗯 非常的好吃 这个马上就可以吃了 希望大家跟我一起简单做菜 轻松开饭健康无负担 我们下一期再见咯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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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拜